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装备厅在山口县严国市设立水下无人潜航器实验基地 日本防卫像岸信夫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致辞说 水下无人潜航器能成为影响战局的游戏改变者 据称这种无人潜航器预计全长10到15米 能用声纳探测潜艇和水面舰艇 并借助人工智能自动跟踪对手舰艇 近期《科学机器人》杂志刊文称 每科学家根据生物力学、流体力学和智能机器人技术结合起来 开发出智能机器鱼尾、防海豚或蝌蚪等研制智能水下潜航器 此外 美海军试验型无人潜日前使用搭载的模块化垂直发射系统 成功发射标准6导弹 这本认为代表了美军正在打造的新作战样式出行 报道称 通过部署无人水面作战舰艇 实现与有人舰艇的自主协同 这种作战模式尤其是和美军印太总部 在太平洋可能面临的高度竞争状态下的战场环境 预计将是美军未来发展的重点